美国宣布对土耳其两位部长进行制裁,这导致美土两国的关系继续走低。 土耳其表示,这是对北约盟友的罕见侮辱,绝不会对这种行为置之不理。 土耳其军方仍是趁,美国在土耳其的驻军将不受欢迎,土耳其随时将驱逐驻扎在该国国土的大批美军,这意味着美军在中东重要的桥头堡陷入危机。 而土耳其在疏远美国的同时,也开始转向俄罗斯一方,甚至有土耳其军方将领威胁趁美军对该国的强硬政策,很可能将导致北约首次内战的爆发。 据报道,土耳其军方表示,首先绝不会放弃引进俄罗斯S400防空导弹的努力,其次不会允许美国对该国尽售F35隐形战斗机。 如果美国做出对土耳其的武器禁运,那么美国在该国的因斯里克基地将地位不保,土耳其将把该基地交由俄罗斯军方,这对美军而言绝对是巨大的损失。 长期以来,美军在土耳其驻守了大批部队,由于地理位置至关重要,土耳其是阻止俄罗斯南下的关键国家,因此受到美军的高度重视。 然而近期,由于美土关系的恶化,美军已经开始为可能到来的危机早做准备,具体来说就是寻找尹斯里克军事基地的替代品,包括罗马尼亚和约旦都在美军的考虑范围内。 事实上,大批美军战机已经转移到了罗马尼亚,后者十分欢迎美军的到来,而土耳其则对这一切无动于衷,并加强了对美军基地的监控。 目前在因斯里克空军基地的只剩下十几架运输机和加油机,此前曾长期部署的B1D战略轰炸机早已撤离,以避免发生不测被土耳其军方扣押,而剩余的大批美军则无法在短期内撤离。 事实上已经成为了土耳其的人质。 军事专家表示,土耳其是北约第二号军事强国,该国部队规模超过百万人,被认为是中东能够媲美以色列的军事强国。 土耳其拥有北约第二大战斗机和坦克部队,此外还在雄心勃勃,准备自主研制国产航母,而近年来由于埃尔多安和美国的关系紧张,美国对土耳其的军事援助大幅度削减,并开始拒绝对该国出售先进武器,这使得土耳其顺势转向了俄罗斯,并从俄罗斯引进大批先进武器,俨然成为俄罗斯在中东的准盟友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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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